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话的样子甚是可笑 少爷和少夫人的相处模式还真是特别 今夏喝完粥 特意举着空碗让路易检查 那 路易低头露出了一个不明显的笑容 点了点头 那我走了 今夏小心地看着路易 路易看了成安一眼 注意安全 防着点外人 说道 成安努力解读着自家少爷眼神里的命令 今夏见路易没说话 赶紧起身 拉着成安就奔将军府去 路易看着今夏心急火燎的样子 嘴角的笑容更大了 笨蛋 一进将军府的大门 就见一人一身轻衣打扮 正在和其夫人和万天青攀谈着 其夫人见今夏走了进来 赶紧招呼道 今夏 你看谁来了 今夏走进大厅 此人也纹身转身 谢媛媛 媛大虾 今夏没想到 齐将军派来接应的人 竟然是谢霄 激动地跳了起来 谢霄也没想到 会在杭州遇到今夏 赶紧快步接住今夏 抱着今夏开心地原地转了一圈 谢霄放下今夏 好好端详着今夏 今夏 三年不见了 你好吗 嗯 好 多好 你呢 快让我看看 如今的谢中将 果然是风姿卓越呀 今夏开心地拍着谢霄的肩膀 转身给承安介绍道 承安 这就是我总提到的谢霄 承安在师父喊出谢媛媛的时候 就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赶紧拱手行礼 谢中将 袁大虾 谢霄近小哥也就十七八岁的模样 哦 他是我的徒弟 承安 今夏介绍道 可以呀 袁大虾 现在都有徒弟了 谢霄搂着今夏的肩膀兴奋地说道 那你看看 我是谁 京城第一女捕快 袁今夏 今夏拍着自己的胸脯自豪地说道 两个人寒暄过后 差点忽略了周围人 抱歉 其夫人 没想到将军派来的会是谢霄 今夏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也没想到 其夫人会把自己的左宝右臂 遣回来 其夫人笑着说道 这当年的谢少帮主 现在可是军中的得力干将了 谢霄赶紧回禀道 这次的官马是要运到北方去 其将军听闻夫人的汇报 担心此事有什么变数 就特意派我前来接应 其夫人看人全了 赶紧又给万天青引荐 这位就是负责此次官马的长主 万天青 这位是将军帐下的中将 谢霄 万天青起身作医 其实刚刚见到今夏和这位中军大人 如此热络 他就很想知道此人的来历了 谢大人 你好万昌主 你就借我谢霄就可以 谢霄回礼 谢霄 你预备什么时候运马 今夏问道 不急 三日后 谢霄说道 太好了 这几天我们可以好好聚聚 今夏开心地说道 万天青见今夏对这位谢霄如此热络 很奇怪他们两个的关系 袁姑娘跟谢大人的感情真好呀 那当然 今夏可是我今夏今生最想娶的女人 谢霄搂着今夏爽朗地说道 哎呀 今夏打了谢霄一下 谢媛媛你又乱说话 万大哥 你别听她发疯 她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 万天青的心 因为谢霄和今夏的话起伏跌宕的 看来这是情敌出现了 这个谢霄对今夏的态度如此明显 不可小觑 谢霄和今夏哪里知道万天青的心思 两个人久别重逢地自顾自聊着彼此的近况 当晚 今夏邀谢霄来到路易安排的菜馆 打算为谢霄接风 谢霄一进包厢就调侃道 可以呀 袁大虾 如今嫁给了路易 连吃饭的排场都不一样了 谢媛媛 你给我闭嘴 谁嫁了 今夏娇羞地说道 怎么 这路易都出来都半年多了 还没迎娶你吗 谢霄纳闷地问着 他一直以为 这两个人早就病地连肢了 大人一直都在忙 我们也不着急 来日方长 今夏赶紧为路易解释道 袁大虾 他路易该不会是不想娶你了吧 我可跟你说好了 他不娶你 我娶你 我现在虽然关键没他高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委屈你的 谢霄殷勤地说道 你 今夏刚要说什么 就见从外面射进来一暗器 直奔谢霄 就见谢霄推开今夏 直接用手接住暗器 今夏也翻身掏出自己的手筒 做好了战斗准备 谢霄将此暗器拿在手里一看 一两银子 什么情况 现在杀手都这么有钱了吗 还没等今夏和谢霄反应过来 一个声音传了进来 怎么谢大人一到杭州 就抢我家娘子 路易面带微笑 推门走进了包厢 大人 今夏开心地跑过去 路易自然地牵起今夏的手 谢霄虽然在心里认同路易的为人 但是看到他拉着今夏 这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谢霄拿着银子 放在桌上 怎么 路大人这是怕我抢今夏 要拿银子打发了我 今夏一看是路易的银子 赶紧一把抢了过来 今夏 你干嘛 谢霄诧意地看着今夏财迷的样子 我家的银子 不给你 今夏俏皮地说道 哎 你这还没嫁给他呢 就你家的银子 谢霄无奈地说道 路易很满意今夏的回答 任由他和谢霄打闹着 多年以后 他知道谢霄中药是学会放下的 而他与今夏这段友谊 即使是他这个未来的夫君 也不能抹杀掉的 随他吧 三个人开心地吃吃喝喝 路易难得没限制今夏喝酒 谢霄也给他们讲了 这三年在军营里发生的那些冲锋陷阵的事件 时不时还调侃一下 自己怎么玉树临风 骁勇善战 今夏后悔还来得及等等 今夏笑着听着 看着谢霄这三年的变化 真好 大家都在往好的方面努力着 真好 路易看得出今夏的感慨 在桌子下面 轻轻握住今夏的手 他知道 谢霄如今的出色 是今夏最愿意看到的 吃过晚饭 今夏有些醉意了 靠在路易的筋绑上 谢霄见今夏醉了 并要起身告辞 路易将今夏轻轻放在桌上 示意谢霄借一步说话 其实 路易听陈安说 来接应的人是谢霄 心里着实放心多了 因为他知道 有谢霄仔 必定会护着今夏 更不会让其他人 觊觎今夏的 但有些话 还是忍不住多说一句 谢霄看着今夏趴在桌上 自言自语道 谢媛媛 再喝 会心一笑 正好自己也有话要问路易 两人来到窗前 谢霄先开了口 我说路易 我当初放弃今夏 是因为看到他对你一往情深 甚至不惜以命换命 这三年你在遭遇 我听师姐说 今夏更是清尽所有的照顾你 现下你官复原职了 为什么不娶他 路易一向不喜欢别人窥视自己的情感 更何况他与今夏的事情 不仅仅是感情 还有今夏的身世 他不想跟外人多解释 这是他和今夏之间的事情 而且也是他的责任 不需要别人干预 谢霄看着漠不作声的路易 也是无语 此来他们俩就是两个性格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兵一个火 真不知道今夏这么温暖的人 为什么会选这个大冰块 好了 看你也不会告诉我的 说吧 你叫我做什么 谢霄见路易不接自己的话茬 就直奔主题吧 此次今夏参与官马的行动 里面有倭寇 我这边还有未完成的事 有你在 我可安心 我知道你会保今夏周全 路易看着谢霄认真地说道 谢霄被路易认真的态度 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是自然 我跟今夏的感情 必会保他无碍 你放心 好 那我就谢过了 路易一抱拳 倒是给谢霄惊着了 这家伙对今夏真是 可是为什么不娶今夏呢 谢霄也是个藏不住话的人 路易 你这么担心今夏 为什么不娶他 他已经二十了 你不急 他呢 师姐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你要让他等你到什么时候 路易见索托之事已完成 便不理谢霄 竟直来到今夏身边 轻轻扶起今夏 说道 回家了 好 今夏见是路易 安心地任由他扶着 哎你 谢霄见路易扶着今夏出去了 这个路易 我可以